其实我觉得offer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加油团 在观察室里面看他们实习的过程 其实他们很有趣的是 他们也会有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看自己这个实习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事情从主观视角 看不到的一个客观视角 会让人说原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曹主任来约谈的那一次 因为他们彼此其实并不知道被谈了什么 所以呢当那个播出的时候 我应该是看到一轩的那个微博 他说他看了播出才知道 原来辉哥是听到了那样的一个评价 然后他很平静地回来 跟大家说没事的时候 他又觉得辉哥的看法能力特别强 所以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看到自己曾经真实的生活 变成好像是大家可以看的一个视频的片段 而且会有很多观众的反馈 那我想请我们实习生先说一下 你们印象最深的一个观众的反馈 也可以在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回复 好不好谁先来 那或者我先说吧 好好好 对就是因为我在节目里面就是买了一罐枸杞嘛 就是每天都在喝 然后所以就是播出以后会有粉丝私信我说 李静音你有什么养生的秘籍吗 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我这种朋克养生 就先熬夜再养生的方法 其实就很不对 就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 就是我内心还是非常的向往 可以早睡早起的 你要是拿到了over估计这几年不用想 好 来 乃希 因为刚刚静音正好说到早睡早起 我就想到最近我收到一些观众的私信 就问我说 虽然你的发型是很难看了 但是为什么你的发量是这么多的 然后关于这一点 其实我确实有一些小经验 就是我从小就比较爱吃一些黑芝麻 然后干果 你看这台像一个主播在卖的 我以为男性会说 我今天终于把假发拿掉了 那上面一头其实是个装饰 我们第一次看到她出现的时候 就她过来面试的时候 我说这个女孩子 感觉整个屏幕上都是头发 谢谢